怪談,移動中,移動全世界 每個星期有不同的隊伍 帶大家去世界各地探靈 這個星期有這幾隊探靈團 我是詹姆士,我自己錄播 今集會帶大家去到的一個湖 這個湖經常傳來有水鬼的傳說 聽聞,有很多人都曾經見過 大家好,我是港式的劉化貝師傅 關於1979年,燕辣戰爭 也有很多名義事件 有一隊美女的探靈團邀請我 一個戰爭的職點去探靈 大家有興趣,一起去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來自廣州的南宮 這次跟大家推介一個海峰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一個荒廢的無人村 在他們村民相傳的口中得知 因為有一個紅衣的女人 爛產死後,這條村又不停傳出 有靈異傳聞,導致到最後 那些村民都要搬走 歡迎大家收看怪談移動中 移動全世界 剛才看了全球探靈隊裡 精彩的介紹 究竟這個星期大家會去哪裏探靈 稍後便知道 如果家庭觀眾想參與 很簡單 可以去到Facebook的專頁 你就可以投票 逢星期一,我們便會放片段 如果有些求助,也可以透過 找我們 這個星期有個求助個案 先介紹兩位師傅 分別是簡順梅師傅 和74月師傅 剛才提及,求助個案是甚麼 有個家庭觀眾發現被下降頭 慢慢地發覺,這個降頭一下 就下了七年 他們現在求救了 其實這個降頭 可不可以下七年那麼久 可不可以,當然可以 但我們首先要分析 究竟是否真的中了降頭 是… 很多人經常說被人害下降頭 但到最後讓我看到 都是… 自己想出來的 對,很多事情是想像 或者是覺得被人害 其實降頭有降頭的一個模式 好,七師傅,我想問問 假設有家庭觀眾說 他被人下降頭 如果在你的手上 你會怎樣處理 有一個咒叫八字咒 叫Ong A Vira Hong Katara 這個咒是解降的 另外,大部份的降頭 都是南洋那邊比較多 那奉親南洋的降頭 它大部份都是透過利用一個龍族 龍,即是龍 去龍族 用這個方法去取降 解降就是用大棚鳥 如果家裡放一隻大棚鳥 它可以解降 而且,如果你擔心被人嘴咒 或者被人取降 我建議你每天唸二十一次心經 是 因為心經有回遮的作用 好像把傘一樣 會倒過來 但一定要二十一次 才達到回遮的作用 好,究竟全球世界各地 這是探靈的愛好者 他有沒有聽過落人降頭 馬上請出全球探靈者 看看 包括台山、上海和檳城 有否聽過你們當地會落人降頭 或者是古毒 台山那個先 在我們當地沒有聽過 說是降頭這件事 是 古毒是有的 那會怎樣 一種了之後 就長川肚爛 還是會聽完你說的 它在某一個時間 但是它的肚子會脹 會痛 是 是 來到求助的時候 通過一些髮 它會嘔吐一些 類似蟲的物體 哦 是 是 是 女性 女性要特別小心 有一種不是叫古毒的 令到肚子都會大 那些是叫做懷孕 好 好了 聽聽 另一邊 上海那邊有否聽過 有人會用降頭 或者是古毒 上海當地的話 我沒有聽過 是 兩人都沒有 是嗎 沒有聽過 那你聽過的人會 比如害人用甚麼方法 因為有很多種方法 是害人的 害人的話 都是用古毒的那些 是 是 因為我看到那些 看國內的宮廷片 有草公仔 是嗎 是 那些是茅山 草公仔是刺的 沒錯 那這種又不是叫做降頭 這種叫甚麼 其實都是叫降頭 都是 就是一個草公仔刺的 其實所謂降頭 是部分的東西 是傳到東南亞 是 由東南亞再利用它 我們做 其實都是源自中國 沒錯 其實草人 又或者飛頭 全部都是源自中國 沒錯 那就行了 麻煩全球的探靈者 令我們知道 世界各地發生的事 究竟這個禮拜 我們家庭觀眾 又會選擇去哪裡探靈 大家都可以投票 好 馬上看看這個禮拜 帶大家去哪裡探靈的結果 廣西 一個充滿戰爭歷史的地方 同時也有不少少數民族聚居 在這裡 除了流傳不少少數民族的神秘傳說 還有不少關於戰爭的靈異傳聞 好 看看家庭觀眾投票的結果 家庭觀眾想看廣西的張君棟 我邀請簡師傅和我們一起探靈 好 張君棟這裡原來很神奇 有些人聽過就是人結地靈 這個大家都聽過 有沒有地方是地遣人空 稍後再說 人結地靈就是可以出了很多好的聰明人 但是如果這個地方兇險的話 亦發生很多意外 原來這個張君棟 除了在中越打仗時死了很多人 第二就是有很多兇殺案 將分屍放在這裡 第三就是有兇難的現場 那真是很兇險的 很兇險 會不會不停發生這些不好的事 都在同一個地方 會的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不要怕鬼 我們怕殺 如果殺氣大 就會令到很多意外便會頻生 好 馬上帶大家去到廣西 看看這個叫張君棟 而且整個探靈團 領隊叫阿聰 阿聰 在這裡 你好 是阿聰 可以介紹一下 你現在身處這個廟 是什麼地方 我這個廟是 剛才是張君棟的山頂 相傳這裡 之前在1979年 當年這裡死了很多人 那這個廟是張君棟的山頂 就是專門見到這個廟來鎮壓冤魂 鎮壓著冤魂 可以拍一下廟給我們看範圍嗎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去看看吧 好 好 但原來師傅 聽他們說 上這個山都不是太容易 他們很高 對 非常高 我們上來差不多 三四十分鐘 嘩 即是上山頂 很濃的 對 沒有濃的 是 其實你看這麼密的樹林 是 難怪兇殺案分屍在這裡分屍 你想找回一條絲也挺濃的 對 沒錯 這個前面就是廟仔 哦 剛才你就是這裡出來的 哦 現在我們走回去 沒錯 這樣觀眾就會看到 原來在張君棟這個山上 建了一間廟 而這個廟就是鎮壓著這裡的亡魂 我想問一問 這個廟是供奉什麼神靈的呢 之前你們聽說是供奉關帝的 噢 關公 現在就撤了 現在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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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廢了就沒有了 噢 但是神像在哪裡 神像已經破損了 已經被人拿走了 就沒有了 我就想問師傅 既然他們現在介紹這個 這個廟裡面 原本是供奉了關帝爺 神像破損了之後 這間廟就根本沒有了神像 沒有了神像 幾間廟都還可以鎮壓到亡靈嗎 鎮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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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現在變成更多鬼進去 是 其實我們不可以說更多鬼 其實鬼一向都存在 是 但是如果你沒有東西鎮壓 即是說那些殺 那些靈體周圍都會飛 反而在一間廟裡 反而在一間廟裡 所有靈體都在一間廟裡 被人供奉 現在就反而 拒開了 去另外找他自己的 藏身之處 是 好了 阿Lek 是 那你帶了些甚麼來準備 你拍給我們看看 後面四個探靈者 你會用他們去跟靈體溝通 我看到 有飯 有飯 有香竹 有芽菜 是不是芽菜 有冬瓜 有龍眼 有豆腐 豆腐 是 即是說廣西那些 一般拜祭靈體那些 跟我們廣東的分別不大 是 是 是 師傅說用甚麼 儀式 他說開了一支香 打通他本身的靈體 噢 本身探靈者的靈體 噢 是 是 那會不會有儀式 關上的 會的 會的 即是跟他靜身時 會關上的門 是否每個人的靈體不同 他們的感應都不同 是 當然 即是跟大人和小孩子的分別 那女生和女人有分別嗎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的殭屍片太多 又說 誰是童子 誰是童子走出來 童子尿 對 對 有些看殭屍片 就是小孩子 男孩子和男人 在這方面有分別嗎 有分別 但… 沒有分別 女生和女人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 好 我看見他已經每人拿著香 開始綁紅繩 對 在香爐上綁紅繩 就是將那些靈體 引入香爐上 再經過紅繩 跟他們溝通 其實這裡有少許巧妙 因為香是一個信息 是 我們的信息是 就是讓靈體告訴他們 就請他到 是 你到了之後 再咬住紅繩 就是告訴他們 可以沿著香 簡直是給你們一個信息 咬住那些人 所以咬紅繩就是這樣的用意 是 即是說 如果有靈體到 他們會像我們小時候 玩電話桶那樣 沒錯 我們小時候玩那個 很遠都聽到 聽到他們說話 對 開門 開鬼路 鬧人門 我們要請陰靈 都是要用溪錢來開路 我們看到很多 之前的電影都會看過 是 有一些 例如送笨 我們會先跟他們開路 即是說有陰人過 就會先開路 現在家庭觀眾看到 四位女士 剛才剛才看過 打開了鬼門 是 希望這四位女士 能夠跟這裡的地方 亡靈溝通 是 師傅 我不會看 如果誰上了身 是否都會看到 誰已經上了 我現在就這樣看 會很平靜 會的 因為它有不同的光 在旁邊 因為靈體有色 是 你會看到它有些空 有白色透明的模樣 是黏在它上 是 很容易看 現在他們把現場的燈關了 開始 人都走開了 開始 因為如果我們不懂燈 燈光會擾亂到 腦的頻率 所以他們未必能做到 跟靈體的溝通 現在暫時 我想我跟嘉靈觀眾都看到 就是四位都開始很平靜 想嘗試一下 它的口中含著一條紅蟹 扔著香爐 看看能不能跟這裡 叫將軍棟的靈體溝通 它在哭 它在哭 它在說什麼 你可以翻譯出來嗎 它是想女家 它是想女家 很淒涼 它不停在這裡 它在說它要回家 它很冷 是 它現在很冷 阿Leg 是 你多問一些 有關它在道的身世 好嗎 你現在是誰 原來我們剛才聽到 它有很大的鎖馬在她身上 是 有一個鎖馬 是 你跟她說話 你問一下她 她是否在這裡的亡靈 是否要帶她回家 你問一下她 你是誰 你是誰 你現在能回答我嗎 她 她也不能回答我 你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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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不懂 她是男孩子 她是男孩子 她是男人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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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No hay nada? ¿My выдw malfunction there? ¿Qué tal? ¿Nos vemos? ¿Qué tal? ¿Los vemos ahí? No parece así, ¿Puedo la wateringa? ¿Qué tal? Estabaiendo... ¡Vamos, bailando! ¡No pues hacesquiera que algo que tienes amor! 牠會扔下來 牠媽媽不要牠 你問牠是否小孩子 是媽媽 13歲 師傅我想問 牠… 牠現在怎樣?牠上了牠身 牠是13歲 牠媽媽不要牠 是寶寶丟下牠 牠說牠住在這裡很久了 我想你這樣 因為不要上太久的身 我怕牠走不出來 你稍後幫牠拍牠出來 用符和水全部拍牠出來 然後在現場立刻跟牠做超渡 超渡鷹靈 希望牠回到鬼世界 超渡是否能帶牠走? 不能帶牠 因為牠坐過金銀橋 牠就會離開這個位置 去回鬼世界 所以才有這些所謂 勉強的東西出現 明白 所以待會牠趕回來之後 我們便會燒勉強 念往生咒 便會送牠離開 手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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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叫牠起床 不叫牠回來 不行 不叫牠命 你叫牠命 先甩一條紅線 叫牠起床 叫牠起床 否則會出事 叫牠起床 你先弄好這個 其他三個沒事 你看到它沒事 是 這個一定要先弄好 否則… 這個就可以看得出 這個就是看得出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身體 跟我的感應力都不同 就是這個意思 是 好 給我一會了… 去吧… 去吧… 不要坐在那裡 站起來 走兩步 不要再讓牠在地上 抓到了 甚麼 沒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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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如果剛才那個是好了 而它又能走的 你就叫它上三支香 就做一做回香給它 你現在怎麼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沒有力氣 沒有力氣 你知道是個小孩嗎 有一點現象 有一點印象 但是你看不到它的樣子 看不到就朦朧了 有一點印象 我剛才 你知不知道剛剛就是 你哭得很厲害 現在感覺有點淚 應該就是醒了之後 就知道自己哭過 因為它又摸到眼淚濕 不如這樣吧 師傅 在這個時間 我們每一次都是 我們要確保所有探靈者 就算和靈體溝通了也好 我們都要幫所有現場的人 做個潔淨的儀式 沒錯 多謝這星期所有收睇的家庭觀眾 接下來的時間 我要交給師傅 跟大家說再見之後 師傅就要幫所有探靈者 潔淨一次 好嗎 在這個時間 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見 在這個時間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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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